气活血,出风筋落,出筋雨滴,消极导致,解筋阵痛,调割云味等作用。 拉法 主要有三指拉,四指拉,五指拉等三种,是指用拇指和拾、中、两指或其他三四指最重的用力。 一紧一松,广和有力,不可突然用力或提拉皮肤。 拉法刺激较强,多作用于较厚的肌肉筋腱,具有驱风、扇寒、铜筋活络、趋晕、升心等作用。 插法 主要是指插法、掌插法、鱼剂插法等三种,是指用手掌、手指、大鱼剂、小鱼剂等部位,着力于皮肤表面,做直线往复的摩擦手法。 指插法 将十中二指或十中如明三指定笼,用螺纹面进行摩擦。 鱼剂插法 用大鱼剂或小鱼剂紧贴湿束部位,往复摩擦。 抄法是一种柔和温热的刺激,可用于身体各部。 捏法 主要有两指捏、三指捏、五指捏等几种,是指用指腹相对用力,捏压肌肤的手法。 两指捏法 用拇指指腹和中指终结侧面相对用力,将肌肉提起做一捏一放的动作。 三指捏法 用拇指指面顶住皮肤、食指和中指在前按压。 捏法 捏法 常用于头顶、上背、腰背及四肢,具有疏筋通络、形器活血、调理提味等作用。 点法 主要有拇指点、中指点、须指点等几种。 拇指指点、即用拇指端按压提表。 曲指点、即弯曲手指时,用拇指指尖关节的两侧或食指近侧指尖关节点压湿素部位。 剪法作用面积小 刺激量大 用于全身血纹 具有疏通经络 活血止痛 调理胀腹等作用 拍法 主要有三手拍和双手拍法两种 是指五指自然病脓 长指关节微曲 用虚掌平稳而有节奏的拍打患者提表的手法 拍法主要作用于 记腰臀及下肢部 具有疏经活络 行气活血 解除筋暖等作用 疏法 是指五指微曲自然展开 用手指末端接触踢脚 做单方向滑动疏离的手法 疏法作用于头胸等部位 具有疏通经络 活血化瘀 清理头目 醒脑提神等作用 击法 主要有拳击 掌击 小鱼记击等几种 是指用手的某一部位 扣肌体表的手法 又叫扣法 打法等 拳击法 手握空拳 用拳背或小鱼记 側击挡 称为拳击法 又称锤挡 拳击法 多用于腰背部 小鱼记击法 又称側击法 手掌伸直 用单手或双手 小鱼记着力击挡 小鱼记击法 多用于腰背下肢 本法具有 疏心脱落 调和气息 提神解皮等作用